大家好 欢迎收看安卓多线程和异步人物系的视频 通过上一节的学习 我们已经了解了安卓当中的异步人物assign task的一些最基本的用法 我们本节课将会继续的深入来学习下assign task的一些高级用法 好的来看一下今天的一个思维导图 异步任务这里我们把它展开看一下 我们上一节课看的是用法 我们本节课将会来着重看一下分析 分析这一块 卓重的看一下assign task里面到底还有哪些奥秘在等着我们呢 首先我们看一下 首先我们之前的assign task在哪呢 在这个地方 它这里有一个最简单的实现 就是一个download task 这是一个下载的任务 它继承了assign task传递了void 这是第一个参数pirements 就是不需要传递任何的参数 第二个参数integr 就是说它在前台显示进度的时候 以整数的形式返回 后面是一个布尔值 就是当我们任务执行完成以后 通过true而false的形式进行返回 那么基于这三个参数啊 我们来看一下它是如何来分析的呢 由于第一个传的是void 那么表示在执行我们assign task的时候 不需要传参数根本就不要 第二个执行的是我们的int int就表示用整形的数据来作为我们进度显示的一个单位 而第三个指定的是一个布尔值 这表示我们的布尔形数据来反馈我们的一个执行结果 这是我们三个参数刚才的一个分析啊 刚才一个分析 当然我们目前定义的assign task是一个空的任务 就在这个地方的案例是一个空的 它并不能进行实际的操作 我们需要重写一下它的一些方法 好 除了我们上节课在实际案例当中重写的unding background和unpostexecute 还有哪些方法呢 其实一共是四个四大金刚 需要我们去着重关注一下 我们分别来足以了解一下 第一个叫做我们的unpre-execute 这样的一个方法 它会在后台任务开始执行之前 请注意这里是执行之前啊 这里写错了 我们把它改一下 开始执行之前进行调用 可以用于干什么呢 可以用于一些界面上的初始化操作 比如说显示一个进度条 那么我们结合实际的案例呢 在哪呢 我可以直接重写个叫做un unpre-execute 这里的话我就做一个日子打印吧 点debug target 这里干的是什么呢 就是unprepare 我们可以做一个注释 就是这里的话 可以说我们准备 就当前还在 还在我们的主线程当中 可以做一些准备 做一些准备 做一些我们的准备工作 准备工作 当前是还在UI线程里面的 这里一定要注意 这就是我们一个第一大金刚 unprepare execute 准备工作 好的 我们看一下第二个 do in background do in background 它就是一个可以接收 paramint这个参数的一个方法了 请注意 我们之前是怎么写的 我们之前这里是没有传递任何的参数 所以我们根本没有去用它 而实际上我们这里可以把paramint参数 就是你执行的时候 传递的参数把它取出来 这是可以取出来的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分析 这个方法当中 所有的代码都会在紫线程当中运行 我们应该在这里去处理我们所有的一些耗时的任务 而任务一旦执行完成 就可以通过我们的return 将我们的任务的执行结果做一个返回 如果assign task的第三个范形的参数 指定的是void 则可以不返回任何的执行结果 第三个参数在哪呢 就是这里 如果我们这里之前指定的是stream 它指定的也是void 那么我这里就不需要做一个return 而我这里指定的是stream 那么当我得到一个字符创业 我肯定要把它return出去 对吧 这里做了一个解释 如果你的第三个参数是void 就可以不返回 注意 在这个方法当中是不可以进行UI操作的 对吧 因为我这个方法的所有代码都会在紫线层当中 你能够在紫线层当中更新UI吗 肯定是不行的 如果你需要更新UI的元素 比如说反馈当前任务的一个进度 可以调用一个什么方法 publish progress来方法来执行 我们看下这个方法在哪呢 其实这个方法不需要去重写 这个方法可以做一个调用 怎么来调用呢 叫做publish progress 看见没有 他传递的就是你的当前的一个进度 只不过我们这里是void 比如你传递的是10啊 这里肯定会报错 不许管他 这里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一旦执行这样一行代码 就是说通知主线程 我当前的进度是多少 一旦执行了这样一行代码 我们会发生怎样的一个变化呢 一旦执行了这样一行代码 我们的第三个金刚就出现了 on progress update on progress update 它的触发就依赖于这样一行代码 只要你执行了这样一行代码 第三个回调函数就出来了 那么这个回调函数它是干啥呢 它接收的是progress参数 很明显是你刚才传递过来的 我这里做一个接收 这里做一个解释是什么呢 当你的后台任务当中调用的 publish progress这个方法以后 那么当前的这个on progress update 更新的这个方法很快就会被调用 方法当中携带的一个参数 就是你刚刚前传过来的 在这个方法当中就可以对UI进行操作 利用参数的数值 可以对界面的元素进行相应的更新 我们看一下在这个地方 比如说我们来一个on progress update 这里的话就可以接收你传递过来的一个参数 然后在这个地方我们怎么来写呢 呃当前又当前切换到了主线程 可以根据传递的参数做UI的更新 比如说我们这是一个下载的任务的话 下载10%传10%过来 下载20%传20%过来 然后对应的我们前台进度就是10% 20% 30%的跑 看见没有 这就是我们的奥秘亚 他doin background的进入了一部线程 但是通过一个publish progress 他又马上可以切换回主线程 这里还没有执行完哦 就是在执行过程当中 我就可以切换来 切换去 切换来 切换去 通过这一行代码切换回了主线程 做的一个UI的更新 好的 那么最后一个我们四大进行的最后一个 也就是当我们的任务执行完毕以后 就会回掉按post execute 当后台任务执行完毕 并且通过returnary进行返回的时候 这个方法很快就会被调用 返回的数据会作为参数传递到这里来result 可以利用返回的数据进行一些UI的操作 等等等等 那么我们之前是怎么写的呢 之前执行完任务以后 就会做的是一个按钮字样的一个更新 对吧 好的 在这里的话 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们要我们要这里四大金刚 我们要梳理一下 这四大金刚当中 这里的准备工作 unprepared execute 这是肯定会被调用的 然后当我们的一部任务执行以后 这里的doing background是肯定会被调用的 而我们的unprogress update 它是肯定会被调用的吗 答案是否定的 为什么呢 它只有在主 只有在我们的doing background 这个方法里面调用的这个方法 publish progress 它才会被调用 就换成说我这里加上一个日志 看一下它等会儿会不会被调 这是unprogress update 它虽然说是存在 但却不是一定会调用 由它来触发 它触发了 它才会调用 而我最后这里的unpost execute 这里也是必然会被调用的 请注意了 我们四大金刚里面有三个 就是一定会被调用的 而我们的unprogress update 却不一定会被调用 比如说我把这里给屏蔽掉 我这里在报错吗 我什么都不干把它屏蔽掉 那么我们现在 再把如果再把我们这个任务 把它执行起来 我们看一下 这是我们上节课的代码 没有做任何的改变 只是加了一些日志 第一个方法 unprepared execute 做了一个日志打印 第二个方法 doing background 做了一个日志打印 而我并没有调用publish progress 我并没有通知要更新 那么我们的第三个金刚update progress 会被调用吗 我们一会看 它调用了 这个日志就会被做打印 没有调用自然也就没有打印 最后的我们的任务执行完成以后 又做一些相应的事情 unpost execute 好的 这里把日志都庆一下 过滤一下 我们想要关心的一个target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点击一下我们这样的一个按钮 看见没有 unprepared execute doing background unpost execute 就已经执行完成了 我们的第三 我们的老三 unprogress update 这个方法并没有被执行 看见没有 一再给大家强调 虽然说它可以随时切换回去 做一个进度更新 但是它却依赖于什么呢 依赖于一个触发者 就是我们的publish progress 所以这就是我们本节课的主要内容 着重给大家解析 我们sign task里面这四大金刚 这四大金刚的方法 到底什么时候会被调用 它到底有什么作用 而我们下节课又将会结合一个实际的 一个下载任务的案例 再把这四个方法串起来 来帮助大家做一个加深的一个理解 好的 这就是我们本节课的主要内容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节课再见